四年一度的氏族赛在2022年火热开T 男憨的足球一哥生心命 在忙着为国争光的同时 恋爱话题也没断过 竟然传出跟金高瓶正在恋爱 两人被说透过个人IG传情暧昧 不过女方公司火述出来否认恋情 表示两人根本没有见过 只是作为一个国民为他应援而已 但过没多久 那只被认为是金高瓶私人小账的IG 也被发现其实是另一个演员张机灵的 而说起孙心明的历任飞闻女友 每个可是都大有来头 首先是Blooping基宿 两人过去曾恶度传出恋情 除了被网友抓包疑似有情侣手练 基宿也曾在IG上传 他到英国观看孙心明比赛的照片 以及效力于英超的孙心明 被抓包特别跑到法国和基宿同班机回国 直到基宿所属的YG娱乐发出声明 表示任何有关他恋情的传闻 都是没有根据的风波才得以平息 再来孙心明也曾在2014年 被拍到和Girls Day方明亚牵手约会 云芳还拿着孙心明准备的花笑得超幸福 事后女生的经纪公司大方承认恋情 但孙心明没有特别回应 然而三个月后恋情就宣告结束 事隔一年他又马上传出和AfterScore前成员刘晓英正在恋爱 两人被拍到在国家代表训练中心约会 女方同样承认了恋情 但孙心明依旧没有表态 爱的刘晓英被外界批评是在炒作 男含足球一哥根本就是女团收割机 不过真想知道到底他会为谁甘愿认爱呢